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您好台北市,要来看看这个礼拜台北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好,我是张宁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 为了创造出不一样的旅游体验,还有加强城市品牌行销 台北市观传局特地跟台铁局还有雄师旅游一起跨界合作 推出了今年最受欢迎的台北明日号深度铁道旅游 而且一推出呢,立刻是身受好评 所以在12月的时候,观传局再度加码推出了第二趟次 果然一样,再度推出,瞬间通通秒杀 而在12月推出的台铁明日号铁道旅游是五天四夜的环岛游城 特别跟台北京华酒店合作,打造出了绝无仅有的五星列车Bar台 让民众在车上也可以享用到五星级等级的台北精致餐点 来一趟移动当中的精致饗宴 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熊赞Bravo化身了一日列车掌 可爱的模样也吸引了全车旅客争相合照 除了进行区位互动还有问答,也提供了拍立的留念 让旅客们惊喜不断,满载而归 而从不一样的视角也可以看见前所未见的台北 由于旅客反应十分的激烈 所以在未来将会考虑推出更多元的旅游合作方案 让台北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由行政院主办的第21届公共工程金职长 今年是由台北市公务局大地工程处所办理的 109年度山区道路改善及维护工程第二期 夺下了这一届的图木类第五级佳作 将废弃轮胎还有瀝青刨除料重新再利用 也获得了肯定 而这次得奖可以说是真的不容易 因为这项工程结合了产观学的努力和力量 在台北市闻山区木炸路5段43上 成了第一条采用的百分之百冷半再生瀝青混凝土 还有橡胶瀝青混凝土的创新道路 有效的去化瀝青刨除料1400吨 再生利用1300颗的橡胶轮胎 有线环境 这不但是一个循环经济体现的工程 耐用度还有道路的实用性 也受到了各界的好评 更改善了复得公募沿线的道路状况 在夏日还吸引增加了自行车骑士的骑程率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为了实践2050净零排放 减速成了重要的目标 台北市环保局就将台北市循环杯的服务范围 扩大到了公管商圈还有站前商圈 串联商圈里头的麦当劳7-11同一超商 还有归金明茶等等友善环境店家 一起来共同合作 推出了台北市循环杯环保外带示范服务 那么这一项的行动 采用了可重复使用的容器 取代不必要的一次性容器 共同加入北市循环杯环保外带服务 采公共自行车租环站的概念 在商圈人潮聚集的公共区域或是店家 来设置一个循环杯租环据点 以假地租以利还的方式 不用支付押金 自行借环就OK 让循环杯的使用从单一商店 扩大到整个商圈 为了要鼓励消费者体验循环杯的服务 一直到明年的3月31号之前 只要持着循环杯 到台北市的新生、公馆、公园 还有台大四间麦当劳餐厅 购买饮料 都可以获得环保点数三倍送回馈哦 又到了台北福利社的时间 赶快来看看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资讯 要跟大家分享吧 首先就是 为了减轻市民参加职业训练期间 托儿托老的经济负担 北市劳动局祭出了 职业训练期间的照护补助 每个月每个人最高8000元 而且托儿或是托老都可以同时申请 只要涉及在台北市 或是居留在台北市的新移民 或是低收入户的人 都可以参加明年度职能发展学院 已经规划办理的职能培育课程 可以向办训单位 申请职业训练期间照护补助 全天制每个月最高补助8000元 半天制每个月补助4000元 补助对象不以申请一人为限 要是家庭同时有托儿或是托老的需求 都可以同时申请哦 所以末年关将近 为了帮助失业民众 可以安心跟家人过节 台北市环保局 办理了短期就业人员执行计划 预计招募414人 工作期间到明年底 工作津贴以实际的工作时数给付 每小时168元 每天工作6小时 每个月总工作日数不超过25天为上限 才排班轮休制 只要是涉及在台北市4个月以上 18岁以上未满65岁 并且符合特定身份的失业者都可以报名 有医院的人一直到明年的1月5号 都可以到各区的清洁队报名 明年的1月6号到7号将会用电话通知 审查的结果 受到很多人喜爱的台北市清发处攀岩长 明年开始开办一系列初级攀岩课程 让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起体验攀岩的美好 课程内容有基础的神洁教学 安全勾环使用教学 还有攀岩安全确保动作教学 以及攀岩确保技术证 考试教学等等 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初级课程提供民众对于攀岩运动 更进一步的认识还有学习 1月6号开始将正式的对外开放营运 开放时间是平日的下午1点钟到晚上的9点半 还有假日的早上10点钟到下午的7点钟 在1月份还有开幕优惠哦 入场每个人全日只要160元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直接上网预约哦 为了配合全民防疫减少民众外出 还有降低感染风险 原本今年4月到10月的机车检验期限 统一延长到了12月31号 但是根据统计截至到11月底 涉及在台北市的机车 还有16万辆没有进行排气定检 比去年同期多了24% 现在疫情趋缓了 并且逐步调降防疫管制的措施 环保局也提醒民众 应该在规定的期限当中完成定检 要是超过了期限 没有定检的骑士 依法可处500元的发缓 要是过期6个月 还是没有定检 将会再罚3000元发缓 要是迟迟没有完成的人 则可以移送监理单位 注销牌照 请大家千万不要医生释罚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 又跟大家分享的资源 要是想要了解的更详细的话 都可以到各局处的网站上做查询哦 那么这个礼拜的您好台北市 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个礼拜同一线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